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20早春 凭借陈琴令爆红的2019头部艺人市场心境顶流 被一场网报以摧鼓拉朽之势从王座拓向了那一招 演员肖战以一己之力为整个饭券的戾气买单 并且为全网的媒体和营销号导流 成为了赤妹王俩都寄予的唐僧肉 然而令始作俑者所料不及的是 这场声势浩大延年数月 足以击毁肖谷的发难 最后竟然成为了徒劳的屠龙树 公事汹汹 手势灵灵 像极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巨老 一 接地气的偶像 平易近人的优秀 打破了世人对于明星观音的刻板印象 在实现打架的圈子里 肖战真没有什么特别优势 说是男团出道 但是肖战的业务功底并不突出 舞蹈 唱歌 rap都需要坚实的基本功打底的 而24岁才抽到的肖战 显然错过了训练关键期了 任戴成型的年纪开肩 压腿 拉韧带 他只能够是事半功倍的玩命了 素人设计师肖战原来也是别人家的小孩 优秀是优言可见的 有君子之相 性格温润 而不是芬芒 气质斐然 又颇有情趣 既温柔醇厚 也浪漫不羁 艺术的灵魂在传统和叛逆之间极尽平衡 十大体 顾大局 但是又有坚守 这样的人在哪个职场都会闪闪发光的 但不是所有的差距鸿沟都能够凭努力去填平的 即使掺杂学类的努力 也并非是轻飘飘的 那些年被拉韧带的疼痛支配的恐惧里 肖战也有彷徨 犹豫 反思过素人职场游刃有余的他 被命运之手从安逸愉悦当中拎了出来 胡伦丢在了前途未卜的娱乐圈的合理性 放弃既得的 去薄未知的 谁会选择一条几乎没有胜算的赛道呢 但是心底的歌唱梦蠢蠢欲动 放下剑鼠画笔 肖战就这么做到了 一切的苦都是他自找的 素人出道对于肖战的意义不亚于是投笔从容 设计和表演审美取向迥异 就像是艺术的圣殿和勾篮 由雅俗之分与高低之别 设计是思维与策划的艺术 相对于独立 注重结果来呈现的 而表演是互动艺术 关注的是与人的交流和反馈 注重过程难免迎合 但肖战并不是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被启示捧后人的性子 不为难他人 也不委屈自己 优越的双伤 让他总能够在保守和张扬之间 找到最佳坐标 就像是生活当中的他喜欢温婉居家 不被补抗 事业上却保持着高风险的偏好 该闹险的时候绝不怯懦 燃烧时候还是表面温吞 骨子里边不服输的 热苏打X9的时候 就已经是自带阳光的发电机 直到了2019仲夏一句成名 并非是一路开歌的 只是越挫越勇 他从来都不是人群当中最闪亮的心 相对于舞蹈肖战的歌唱是担当的 声音轻悦空灵 声线温暖带着缠绵 似爱似暖似希望 气息音准虽不够优越 也并无身后唱功 但是我们的歌当中纳音如是说 你的声音不需要太多雕琢 质朴的表达最感人 舞蹈当然是软肋了 童子宫是没有的 节奏感一般般 舞台表现差强人意 舞台控制力也寻常 但是他的舞台表情和形体管理 就是有一种让人看过去 就挪不开眼睛的吸引力 一种明明不是胜在技巧本身 却如小猫爪 挠心的微氧和心动 甚至还有颜值 严格来说三庭五眼也并非是绝对的黄金比例 轮廓虽然深邃立体 多么的精为天人 却也未必 但是那一双瑞凤眼 真的是水淋淋的 湿漉漉的带着钩子 梅如画 目含情 英气当中略藏着媚态 精致之间步伐俊逸 刚柔并济的魅力 游走于两性之间 肖战的言语歌声相似 都是不是雕琢 恰到好处 虽然龙眉大眼 但是不躁 虽然秀骨倾向 但是不娘 演员气质能够在 妩媚和亲俊之间任性切换 就好比是唱歌 比常人多一个八度的音域 这种灵动无稽的美感 支撑起了他独特的角色塑造力 肖战不是完美的代名词 他的优秀 不靠天宗之才 更多的是靠有迹可循的努力 没有过度包装的官方人设 半道出家的他 无论是媚眼还是业务素质 拆分开来的话 明明每一处细节都不尽完美 但是组合成肖战整个人 就自有一番风骨 不拙人 但是够特别 就像他的无求生徒吧 操的真实 美的本侧 在人人间人间敌仙 遍地磁悬浮的 娱乐圈就非常的接地起了 既不用力过度 也不松懈怠慢 在物欲极盛的名利场 自有傲骨 功夫在室外的他 极具辨识度 而辨识度在娱乐圈 才是真正的硬通货 搜 肖战的确是 呈着陈情丽的东风 瞬间现象级爆红的 但是若是没有艺术生命 积水成渊的沉淀的话 那么他也绝对承接不住 穿红的冲天炮 凶悍的后座力的 第二点是娱乐圈的心仰 弦云翻身的励志 满足了世人对青铜逆袭的 期望效应 业界越来越规范了 人才领选就越来越苛刻 无心插柳的传奇 机缘巧合的巨星 已经是古早影视江湖当中的旧联谊了 娱乐圈现实残酷 旧残酷在于 太多出类拔萃的人了 他们天资优越 而且后天不懈努力 肖战能够突围真心不容易 要感谢公众的审美毕老 今年他经济的功臣略地 女评的IT改编的 大女主席开挂般的热门 过度开发同志严重 也导致娱乐圈面孔阴盛羊衰 乏善可陈 一些男性多已过儿力之年了 爱惜羽毛宁缺污澜 儿心身带的小奶狗 美则美矣 内力不足呀 尚且撑不住影视大格局 天生好皮囊 当然更便于安利灵魂了 资本魅士投机 但是他经济下的女性 忽然对男色有超乎以往的喜好 也不过是希望 男人从灵魂到肉体都更加有趣 影视市场男性题材作品是威 优秀男演员显著断层之际 陈行令和肖战身逢其时 测试胆改女性向审美完美 戏和女性喜好 但是陈行令迷恋家国情怀 刻画仙霞群像 测写侠义到追寻 诠释江湖意象 绝虽打着仙霞幌子脉肤的作品 他的歌曲里边 一心有着徐克的天智 黄瞻的不羁 泥匡的皎洁 少年气 君子气 江湖气 英雄气 一扫大女主系的枝粉气 陈行令为肖战破旧花路 而肖战也成全了陈行令 今天再来一次能够拿下 魏无羡的演员依然不做第二人选 肖战和魏无羡结缘大概是源于少年感 强行半分很难诠释宛如婴儿的赤子魏英 而真少年又断眼不出涅槃重生的层次感 怡陵老祖魏无羡很挑人的 好在是肖战 肖战的少年感不是演的是天赋的 有人说少年感是男人最高级的性感 因为真正的少年不存在少年感一说 少年感是针对已经有了阅历厚度的成熟男人而言的 就像是着视清流才叫做风骨 连出淤泥才称为布兰 有故事的男人容易把故事刻上眉眼 被沧桑风噬出鸿沟 被事故开发出油田 故事是他的台甲也是防护 但是少年感的男人却把故事 淫成了诗淫成了歌 只聚注了欢乐名位 放下了阴暗晦涩 继续归向前 因为他还年轻 还有输得起的洒脱不羁 重庆仔儿肖战 骨子里巴带着这座城市的烟火器和江湖风骨 世事动名 人情恋达 他知事故却不事故 先发过境还天真 内无限是这样 肖战也是这样 演员当然不等于角色了 但是表演终究离不开的 就是演员的真实经验 肖战也未无限 当然有着本色基础 未无限的性格丰满 复杂立体 横看成岭 侧成风 其复杂的性格 侧面和层次 在跌宕起伏的际遇当中 构成了气象万千的内心世界 而肖战没有辜布他 温柔轮廓 彪悍气场 慧洁灵动 娇憨可爱 酥得起 翘得来 大得处 拽得开 并且没有精湛演技的肖战 硬生生的靠着 献舍般的前程 将自己献祭给了角色 魏无限的神行兼备 本背后是体验拍演员肖战 田园散装野生 演技的笨鸟先飞 肖战的成功 既偶然又不偶然 从后进练习生 到当红顶流偶像 这一路他走得不算浮夸 素人出道 爱豆转型都很不容易 从零开始 从无道友 从胡到红 这样的成功不像起点进疆的快穿爽文 倒是更像邻家小哥哥 磕磕巴巴的青铜打野 娱乐行业存在的意义就是 噪梦 爱豆全是理想爱人 而演员则工人 带入更好的自己 距离产生美 为偶像魅力赋能 但是肖战却演了一出 素人娱乐圈追梦 让人意识到 偶像的确是个职业 可触碰可精进 无需完美也可爱 没有距离也很美 金银陈青铃一意 终于江湖立足 肖战算是苦尽甘来 经验就是演技的种子 精力就是演技的来源 所有吃过的苦 都将照亮前行的路 大计完成 不亏 三 受难日的英雄 魔幻现实的际遇 触动了世人的正心正面 与英雄情节 硝烟四起 畏战而来 肖战的粉丝英员口号 非常的燃 但是画风 其实不是很肖战的 他是君子性格 不是英雄性格 没有尖锐的棱角 也极少杀伐决断 就像出道后的苦傲 并非怀揣着 欲在贵中求善价 差于连内代时费的报复 而是既来之 则安之 倒不是怯懦 他虽为人周全 性格却并不扁平 A面性格会让他 做高风险偏好选择 B面性格会让他 在选择之后保持笃定 但是演员和角色之间 冥冥当中的溯源 却把他逼到了风口浪尖 国民优质偶像 成了跨界公敌 红是横空出世 或也是骤然天降 生活之精彩 远超于编剧的想象 是流量遭到了反噬 还是一人被祭天 至今无定论 但是肖战重蹈 未无限的覆辙是真的 网络是戾气滋身的温床 一幕幕比戏剧 还要戏剧性的冲突 渐渐与事件正相关的 双方脱轨了 在特殊环境发酵之下 发展成为了 针对肖战的公然网报 纵观事件 参与者无一不是顶着ID的群体概念 只有肖战是十名之存在的唯一公民 而他背的这一口锅 也是在清末法律变革运动当中 被废止的 足形连作 公众对于肖战的印象 经历了几轮颠覆的反转 最初是恶然 肖战事件脱离了饭圈撕逼 属于跨圈传播 负面渔情 铺天盖地 掺杂口水战的力气 足以毁掉路人好感了 诋毁作品 抹黑风评 抵制演出 阻击大言 针对于手法 不仅仅是更加专业 更可谓是快准狠 从连作制的复辟 到偶像诗格指控 一时盛宵尘尚 可直到肖战不见荣余 士足足三个月 也没有被垂出罪名实料 这都能行 那的是真干净啊 反倒对于他的指控是上纲上线 熟悉姿态和腔调里边 总有当年 斗丝批修的调性 公众开始逐渐回归到理性的思辨 不说每一双眼睛都血亮 但至少时间让真相呼之欲出 肖战被全网黑 避胡避胡避胡 不仅没有胡 反而他的商业价值 饮食资源 孔碑一个都没落下 沉默的大罗叔 一般不想惹事 习惯了签默 偶尔交交智商税 但当事态上升到 事意识形态的时候 他们会祭出力量捍卫底线 当他们出手为三观课金 光点过亿的意义 就不再是音乐技艺和销售记录 而是聚沙成塔 汇水成军的肖战路人坛 肖战身路于盛世 这盛世意有肖小 但是更多人愿意与美同行 红眉赞光点烛时回来了 他依然是肖战 不用影帝对标演技 不用阴王对标唱功 不用圣人对标品性 他就是一个想好好当演员的好青年 但伤害仍在诸多社会问题 有待反思 饭圈不能圈一切 追星不是原罪 但追星要理智 盲从狂热越界会伤害自己和偶像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但是直黑营销号却猖獗如网络黑社会 呱噪不止 封禁不绝 取缔不尽 注意力经济时代为争夺眼球 媒体和自媒体日益缺少了新闻当当 难以充分保障新闻立场 大数据的时代 智能推送塑造阅读和视野 缺乏鉴别力就容易沦为了被情绪操控的信息傀儡 是谁拯救了肖战 带他走出风暴 是他自己 别谈什么背后资本 话说 靠运气赚来的 凭实力亏出去的 若不是货真价实的优秀的话 他早已经game over了 So 面对恶意 公众人物自护的毛与盾 不是控评 更不是维权或者卖菜 是人格表里如一 这就是肖战在于网报当中幸存的理由 肖战站住了 屠龙者也终成了恶龙 有人说 世无英雄 致使数子成名 安之大师远去 英雄几人 不忘初心 已经很赞了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兵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呢 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